JR当花瓶!敢拍戏当伴郎不挡酒! JR当花瓶!敢拍戏当伴郎不挡酒!图天晴音乐提供! 2018年3月18日 JR纪严凯17日担任导演好友高丛凯婚礼伴郎,他笑说自己因为隔天早上5点搭飞机,所以伴郎身份只是花瓶,无法帮忙挡酒,但也正是这么紧凑的行程,可以看出他和新郎的好交情 JR表示,我2009年主持台湾倒闭时认识新郎,那时他只是节目的小工作人员,高认识时,觉得他脾脾的,但工作非常认真 JR经过主持节目两年的相处,看到他的善良和真诚 JR曾经在外景工作时,遇到讨钱的路人,JR直觉是诈骗,高丛凯却高呼身上所有的钱帮助陌生人 让JR觉得气节,但也看到他真诚善良的一面,两人因此成为牧匿之交,有意维持至今 JR刚接下的新戏开拍,隔天一早就要飞往恒店拍戏,他特地为了这场婚礼,延后进剧组的时间,但也因为凌晨要出门搭机 让他笑说自己今天完全不能帮忙挡酒,根本是个花瓶来住 他第一次在恒店拍戏,行前特别跟好友唐宇哲讨交 其他不担心,只担心那么久时间在外地要如何维持身材 刚好唐宇哲非常注重锻炼身材,立刻指点他必要的携带物品,以及什么东西到当地再采购就好 JR笑说,我已经被妥超大行李箱,也做好超重的行李准备了